第四季 也因此他有直觉 风灾过后 慈祭人一定会来帮忙 他也主动的找上慈祭 到现在第七团 他已经是慈祭赈灾团固定班底了 虽然是老板 却什么都做 跪在地上和大家一起比手语的 就是身兼年名厂 制兵厂 当铺和土产批发的大老板 这一刻他完全看不出来 是拥有四间工厂的生意人 他在慈祭美殿正在第一团 来到这里后 就找上了慈祭人 希望能够尽点绵薄之力 刚开始是从一整出发 我就在门口借一遍 然后扶他们到座山去做 然后再分给他们一个饼干 从这一顿工作开始做起来的 从一个类似接待的角色做起 对平常被人伺候的老板来说 有点难适应 不过他却在这个过程中 察觉到自己的渺小 跟着慈祭志工做家访 帮居民贴三好 还教他们怎么念 志工的角色让他学会谦卑 走在路上 双手合十 向每一位村民问声好 说祝福 就像赖兴灿说的 他从来没有这样过 不过跟着慈祭震灾团 他却超越自己所不能 从第一团一路做到第七团 慈祭震灾团杨孟林 蓝锦菲缅电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